女人都希望有胶原蛋白满满的小脸 墨镜墨镜告诉我 蜘蛛蹄能补胶原蛋白吗 话说咱皮肤主要分三层 表皮层真皮层和皮下组织 而胶原蛋白就是在真皮层中起支撑作用 是皮肤的晴天柱 而这晴天柱一般是工作25年就开始考虑退休了 而且要是长期被紫外线照射或者是整天加班 它还有可能提前退休 不干了 然后皮肤就会渐渐松弛长出皱纹 这就叫胶原蛋白流失 现在补充胶原蛋白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吃胶原蛋白含量高的食物 但吃进去的胶原蛋白个头超大 不能够被直接吸收 得先经过消化分解成波态 再分解成胺基酸 最后再组成蛋白质 所以吃这些不但没啥用还会变胖 第二种喝小分子胶原蛋白口不叶 这种方法目前是最受妹子们喜欢的 但其实这些都是噱头 商家们的小分子胶原蛋白 无非是把胶原蛋白分解成多态 也就是刚才说的中间状态 所以和口服液跟吃猪蹄没啥区别 第三种涂抹胶原蛋白护肤品 这个就更扯了 这些胶原蛋白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皮层 无法达到真皮层 只有一定的保湿效果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其实人在25岁之后 胶原蛋白就会开始流失 我们要做的就是减缓它的流失速度 所以减少胶原蛋白流失 妹子们就得做好防晒 少熬液 多吃蛋白质和维生素 这两样才是合成胶原蛋白的神器 要气了哦